我们是95年出生的 21年考的博士 我们就是毕业了就考 一路就挺顺利的 学上了 有一个这种并且学习的伙伴 感觉还是挺好的 高考基本都是在一起出习 考研的时候 我们两个专业就不一样了 我们会互相问一问学习的进度 尤其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学校 然后我们两个实验室也是挨着 就楼上楼下 科研上也可以互相帮助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 因为都是一个学校 同学总会认出 与我们来说 其实应该是一个财富 我们相当于 有两个人的人际关系 我们可能有效的概率大一些 就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吧 这么多年读书 然后慢慢就喜欢上 这个科研的工作了